从它的这个出发点上来讲 从我们目前所得到的各种新细分析的话呢 实际上中共这个决定 它实际上是基于就是 报复美国封杀华为中心这样的公司 然后最后产生的这样的一根手段 但是呢 它的背景上来讲呢 其实跟中国的这么长时间呢 鼓吹这种在软件硬件等等这方面的话 进行这种独立发展 所谓的这种国家安全和国家的这种自主创新等等 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的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产物 那么从直接的出发点上来讲的话呢 我相信就是作为习近平和他这个决策班子来讲的话 他并不是想闭关锁国 但是呢 从效果上来看的话 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决定在政治上是很大胆的 在基础上呢 它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或者是难度非常非常的大的 大到不可能做到 然后呢 从效果上来讲的话 它其实会产生回火 会给引火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可以简单的就是从那个技术 就是软件这个角度来谈一下 就是它的这种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呢 从目前来看它是要替换的是包括麒麟软件 麒麟软件实际上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Linux的系统 然后呢 用国产的像这个国防科技大学 还有这个联想等等这些的话呢 他们一起来做了这么一个东西 最后的话呢 它实际上主要干了什么呢 把原来的人家的那种开源软件 然后呢 加上了自己的这种主题图片 看起来是一个很中国化的一个什么麒麟 然后呢 甚至加上icon就是那种图标等等的 但实际上呢 内核核心的东西 它是变不了的 因为也没有那样的技术 也没有那样的这种心愿 因为它要花很多的钱去干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国内公司也是不想干的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最后说要完全换掉 然后呢 再最后代替很多很多这种外国的软件 从其实要懂互联网的或懂这种软件的来讲 我会觉得这是个很可笑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当局可能就是觉得 他们可能不是很懂这些 他们可能以为这些办公的人 或者政府的人只是打打字啊 什么做做文档 什么WPS和这个Office没什么区别 也许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看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决策 其实从这样一个大胆的决定来讲 但从执行上来讲 从它这个计划上来讲 是蛮可笑的一个计划 是蛮可笑的一句话 现在我能够购取得一句话